各位同學大家好 不定積分看起來好像並不簡單 其實還好 因為它就是反為分 為分的顛倒運算 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只是用多項式的導函數的方式 來教各位同學不定積分 那麼後面部分會比較困難 那麼各位同學可以努力的去學習